为了严防Delta病毒进入社区增加感染的风险 因此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有82家的诊所能够提供民众快筛的试剂 但也并非是人人都能够取得 指挥官陈时中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了新冠肺炎社区加强监测方案 最主要全台有18个县市83家诊所能提供免费的家用试剂快筛 条件是2岁以上出现呼吸道症状的病患 和2岁以下幼儿陪同者 这一次社区定点加强监测所提供给诊所公费的快筛试剂 民众挂号付费被诊断有感染的风险 领取试剂后就能返家自己裁剪 并且需要登陆QR Code填写领取诊所的资讯 快筛结果若为阴性就不需要通报 但若为阳性则需要再到社区裁剪院所进一步做PCR检测 可省下300元到1200元左右的费用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说 有一些症状我们就会比较会有意愿去做快筛的这个动作 会有影响 钱好像也不便宜嘛 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来说 多少也是有差啦 不过虽然全台有82家诊所参与 但若是临床症状不像 医生并不会主动提供病患也无权要求诊所给予 以免有过多的病患挂号要求公费快筛 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TBS新闻于心汉严沛于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